是这个咖啡色,三个色,MSF54,价钱是65,Freeside,SML的顾客都穿得到啊,基本上这件扮裙,SML的顾客都穿得到,它的长度是属于MIDI length的长度啊,切,它前面呢,这一边是属于8分,它破开1,2,3,4,5片来采啊,它破开5片,后面呢,就破开2片,所以它整,后面 破开,应该也是,诶,sorry,1,2,应该说它是这样子一片一片啊,整个裙子是破开10副来采就对了,所以它有那个很显瘦的那个效果,我身上穿的是黑色,整个裙子这样的撑开啊,是整大副那么一大副的半裙,然后面呢是很瘦,很凉爽的面料,OK,这个是咖啡色,Castell Yellow,加我身上的黑色,后面 是整件后面裙头是这样子Rubber elastic的,OK,后面裙头是Rubber elastic,前面是这样子平,前面破开5副,后面破开5副,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,所以随时刚才买了这件上衣,OK,你上班不想穿裤子,你可以直接这样子这件上衣配搭着一个半裙就可以上班穿,面料是有那个垂直感的,就像助理每次讲,它会随着你的摆动啊,垂直一样会有那个摆动 因为它是有重量哈,这个面料是比较轻盈的面料,可是它是有种子感的,OK,我身上穿的黑色,很容易搭上班,如果你们衣橱里面还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款式,这个半裙是很容易搭的半裙,我就换咖啡色给你们试了,因为它不是一片,你穿黑色的吗,怎么好,可以啊,还好,来这个啊,OK,它是free size啊,记得下来的话打quid color就好了,不用打size,OK, OK,除了可以搭主播看,你内内上衣,或者可以搭这个短板的,也是搭得到,OK,这个短板的也是搭得到,所以说,这个下单啊,这个一样啊,穿在你们身上的话,你会,呃,下围它是有很flare的啊,可是为什么我有放下围的,呃,尺寸那么小呢,就是建议你们不要超过那个,因为它是你们,呃,下围它缝满啊,你们会卡,就是说你穿上,因为它这个是没有,没有拉链,然后说它拉位,它姓声maximum是可以拉到这么多, 所以说给那些你们的下围太豐满的话,可能是会会卡你的臀部,就上不到来,所以说,我们是有提供了下围的尺寸啊,建议不要超过,可能你说多个2CM可以吗,会比较难上啊,诶,可是你穿的话,其实就是这么的大腹,OK,所以说它是一个flare很大腹的,只是说,下围的尺寸是说建议你不要超过,然后如果这样子你的穿脱就不会这么的麻烦,所以说下单记得打quid color啊,不用打size, 是,还有如果你觉得从hip那边上会比较难,你可以从头这样子套下来,像穿裙子穿上衣这样子都可以啊,OK,是套得到的,可是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有提供那个hip的尺寸,来,我换了这个咖啡色,一样配搭回这个卡其色的上衣,同色系这样子配搭,OK,一样是配搭得到,所以说要找这样子啊,半裙,这个半裙呢,跟我们以往那个面料,效果也不一样,现在讲的,1,2,3,4, 所以看一个是,它是真的是一副一副这样子破开来踩啊,它车工是蛮复杂的啊,因为它小片小片这样子车,它不是整大片啊,所以它会挺在那边啊,对对对,它是这样子一片一片啊,一片,两片,三片,四片,五片,这样子破开来踩啊,所以它的车工是很复杂的,OK,你要比较特别一点的颜色,你可以带走这个pastel yellow,非常的显白, 你要虽然说pastel yellow是比较浅的颜色,还是那一句话啦,你说浅色系的,浅色系的时候,你的内在美就不要穿那种大红搭,只穿为裸色系列,就不会有那个尴尬的状况出现,现在单级要打颗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,怎么配搭,你可以一个这样子配搭,我就一件上衣,还是像助你这样子配搭另外一个颜色的版本,都是搭,都是搭,都是搭,搭一搭就比较等级的感觉啊,所以说, 那么呢,颜色方面怎么选呢,比如说,容易配搭,火山半身,黑色是自己带走的啦,那么你想要性感的颜色,可以带走主播身上的这个咖啡色,还有啊,这个黄色是第一次有,半裙啊,这个颜色我们是第一次有啊,所以说,要比较下面的感觉,我是觉得带个黄色非常的好看啊,其实基本上啊,如果你要显瘦,你不要有太多黑,你不想要黑,你可以带走这个咖啡色,它一样有那个显瘦,然后很高雅的那个感觉,就对,来,我去换这个黄色给你们, 比较夏天第一次有啊,对啦,我们之前有个baby blue,我们之前有过,黑色一定有啦,咖啡色啦,卡其色啦,或者是蓝色啦,这个黄啊,pastel yellow是第一次啊,半裙有的颜色哈,所以说,呃,这个颜色确实是,呃,第一次啊,半裙厂家有带进来,这样子不同的颜色哈,比较特别啊,combed with 以往的,啊, 好,建议你们哈,要的话,尽量都是直播下单啊,ok,因为有很多inbox过的时候,每次我都买不到我想要的颜色,那么我们建议你们,每逢星期二跟星期四晚上的七点半,守着我们的直播,ok,这样子就不会错过了你喜欢的颜色,ok,进去到星期四啊,请守着我们的直播哈,来,我换了这个蛋黄,很浅很浅的广色,ok, 不用怕会透啊,它的厚度有在那边,可是还是那句话啦,浅色的话,你的内战美就穿回裸色性就好了,就非常特别的颜色,那么你说要比较更干净的感觉,我建议你们换是,呃,黄色可以搭白色,就是,这个有白色吗,你搭一搭这个白色,ok,已经完了,哦,什么啊, 你搭白色是搭得到,其实如果你有很bright的黄色,搭上去也是搭得到,你搭我现在这个卡,它也是搭得到,就是比较同色系,ok,你搭白色的话,它就非常显白就对了,ok, 伴徐的扣是NSF54,加价值是65而已,ok,三个色,最特别的颜色,就是我身上这个pastel yellow,然后另外一个最显瘦的颜色,就有这个黑色,比较容易配搭的颜色,大众的颜色就有这个黑色,然后另外一个显瘦的来,又比较高雅的颜色,就有这个咖啡色,三个色,NSF54,加价值是65, 它下白是属于这么一大腹啊,很大腹啊,啊,你刚才讲,它这个的裁剪是第一次有啊,破开这么多,我们之前是8腹啊,这个是真正破开很多小小腹,但是团队在一起,所以你穿起来它会挺在那边,你看啊,它就会有一个挺在那边,如果你是一整片罢了,完全就是两片团队在一起,穿起来是没有这个效果的,ok,要的话,你要,如果你要配,而且是这个黄啊,很好看,很好看, 因为配这个卡,它很显白,就对了,很白,很白,据说要不一样跟以往,不一样的颜色,纯新的颜色,对我来讲,黄色一定要带走,黄色一定要带走,因为现在就跟你讲,基本上黑跟咖啡色,我们每次都会有,黄色是第一次,比较少有的颜色,第一次有不是比较少有,是第一次有,不要怕灰透,因为面料的厚度有在那边, 看下来是那句话啦,穿这样浅色系的,你里面的内在美穿会裸色的,一定不会有,啊,造成你说尴尬硬道的问题,肯定不会啊,整大户这么一大户半群价钱,只是65非杀,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谁嘛,ok,像主播那个单子上,我看,或者是我带,或者会带,或者会带,或者会带,或者介绍这上衣,都可以搭,都可以搭,没有的话,我就换下一个款式, 我记得